密切接触者目前已经框到102名 疾管署初一召开记者会 针对除夕夜公布的确诊病患 其中一名台商曾经出入过的地方 列为警戒区 认为他有一段行程 这段行程我们可能比较无法掌握 是他在1月22号下午4点到6点 曾出入高雄市林雅区金巴黎舞厅 然后全程都没有戴口罩 这名50多岁的台商1月20号 在武汉出现了发烧症状 吃了退烧药隔天搭机回台 22号下午4点到金巴黎舞厅 24号再度发烧 确诊为武汉肺炎 机关署紧急公开这个行程 因为新型冠状病毒 主要传染途径是飞沫和接触传染 如果面对面超过15分钟 感染风险大幅提升 而舞厅的包厢属于密闭空间 还有桌边服务人员 舞客出入复杂 这个舞厅在这个地方 出入的舞客跟这个相关人员 可能是比较不容易掌握的 那我们会希望说 透过192的这个部分来 请他自行来跟我们联系 交通部观光局也宣布 传出疫情的武汉团 除了确诊的女路客 还在医院治疗之外 其余17名团员初一搭飞机离境 截至25号 国内有193例疑似病例通报 三名确诊 64名排除 126名隔离检验中 和首例女台商 搭同班机的46人中 一人出现发烧症状 已经就医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紧急公开患者的行程 要民众上警发条 严正以待 记者综合报道